所以我们讲到汤恩比书 化解这个世界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用什么 孔孟仁义 用这仁义的道理 用中述的方法 那就是说 东西方今天遭这么大的灾难 都是因为把圣贤教育 所获的 东方我们中国传统东西丢掉了 在外国把宗教教育丢掉了 所以造这个大灾难 人没有受过圣贤教育 做什么样的坏事 都得原谅他 不要再追究 所以用中述 恕就是饶恕他 造再重大的罪业 都不要追究了 不要放在心上 无论做什么坏事 不再提了 用这个方法 大家心惨安 社会才能安定 不要让那些造作不善的人 心里恐慌 这样不好 有社会安定 大家好好一起来 学习传统教育 这样就好了 传统教育如果能够学上半年 你的信心就恢复了 这我们在堂尺做的事 能够做到一年 你完全就改变了 一年之后 你学过一年之后 你再做犯法的事情 可以用法律来制裁你 现在你做犯法 为什么不制裁 你没教过 没有教你 你犯法 这个除法你的时候 这是不义 在中国古生先行 是不义 你没教他 他犯过失 你怎么可以除法他 教了以后 他犯法除法 这是今天在整个世界的时候 都要用中书 所以他们的事都没错 以仁义的理念 以忠书的方法 大臣 以真诚的基础 用慈悲的方法 要原谅他